第二小題 這個2xy 再加上呢 這個5x 再加上4y 再加10 再加10 那我們觀察一下 就是呢 前面這兩項 它有x的音式 所以我們可以把x呢 提出來 那這個x呢你提出來以後 第一項剩下2y 第二項呢剩下5 那2y加5呢 剛好是後面這兩項 4y加10的兩倍 所以我們把這個4y加10呢 提出來一個2 提一個2出來以後 這個第一項呢 就變成2y 4y提一個2出來變2y 那第二項呢這個10提出來 一個2 剩下5 所以做到這裡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2y加5 給它提出來 那2y加5呢你提出來以後 第一項就剩下x 那第二項呢剩下2 第一項剩下x 第二項剩下2 那我們把2y加5呢提到後面去 那同學如果把它寫在前面也沒有關係 那同學如果把它寫在前面也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2y加5呢 寫在後面 或寫在前面都可以 那這個紅色部分提出來以後啊 它就剩下這個 前面第一項剩下x 第二項剩下2 那這樣做了之後呢 它就因式分解完畢了 就因式分解完畢了 那這樣做了